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能够容纳300个商家 到目前为止我了解到大概有200个商家已经肯定要参与这个商展 下个星期我们的州行政员Tato Hamida也带一对仪宝室的商家到访温州 那么在6月份呢我们将会预算 以保释根本就是将会正式签这个友好城市的协议数 因为这个波兰会呢当然主要有两个重要的产品 一个当然是消费人的产品 这个已经建成的产品 比如说鞋子啊 打火机 家私 皮料的产品 另外一个重要的呢就是工业配件 工业配件 他们厂家直接到来这里呢 肯定对我们的马来西亚东南亚的产家呢 会带来很大的优 特别的价钱优惠的条件 而且能够直接呢联系到产家 而不需要经过第三者 马来西亚的英文程度 而且我们的学院学费呢 都是相当的便宜 所以我们有我们的吸引力的地方 所以我们已经跟佛丽州几间学院啊 有了联系 到时呢我们将会将这批学院的介绍到温州去 以便我们能够吸引温州的学生呢 能够到来医保的学院来上课 也同样的在温州方面呢 也有他们的大学 有他们的医学院等等呢 我们也希望他们到来 介绍一下他们的大学的资料 以便我们的 披雳州的学生 马来西亚的学生呢 也能够到这个温州进修 第一给这个国阵的支持率啊 已经跌到大概是25% 那么自从我们的首相啊 Najib 被委任做的首相 到现在呢 在这一年里面呢 也推行了相当多的 立民的政策 而且更加 开放 宽容 传明性的政策 包括这个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呢 多多少少呢 我们已经将人民的支持率呢 也拉回25% 如果华裔票不回来呢 我只是担心 其他群群的反应 有可能他们采取其他种的策略呢 这会反而会伤害到我们国民的团结 对